其實很多時候一個比較心急的父母 都容易有一個慢吞吞的小朋友 舉個例子 女孩子躺在床上 媽媽叫他起床啦 換衣服啦 起床啦 換衣服啦 他又躺在那裡 心急的媽媽忍不住了 又看著鐘 哎呀不行了不行了 於是把衣服拿起床 把衣服拿起床 就算她躺在那裡 又托起床 又換衣服 又抱起床 去幫她拆牙 在這個過程 這個女孩子就學了一件事 就是發現原來繼續躺在那裡 沒有任何回應到最後 媽媽會幫她換好所有東西 這是一個很好的獎勵來的 對小朋友 於是下次 當第二天媽媽再叫她 媽媽可能想著這次不可以這樣讓她 於是呢 又馬上起床就是遲到啦 可能昨天呢 給了十分鐘她 她今天發覺 咦十分鐘之後呢 媽媽都會幫她換衣服啊 她想 硬一點認得的 於是媽媽最後十五分鐘之後 媽媽又套起她 又幫她穿所有東西 又幫她擦紋牙 好了 在這一刻這個女孩子就學到 原來只要你不動十五分鐘呢 媽媽又會來幫她穿所有東西的 對她來說呢 是一個獎勵來的 在這個我們叫做一個循環 在她來說呢 她躺在那裡 在她來說呢 她很猛 她很心急 於是到最後呢 她幫她穿所有東西 當她幫她穿所有東西之後呢 她就得到一個獎勵 就是原來真的沒有回應呢 是慢一點呢 是能夠有人幫她穿所有東西的 所以我們叫做一個惡性的循環呢 就是這樣形成的啦 所以很多時候呢 如果我們都想 不是啦 是時候呢 她呢 都要做得快一點啦 都要自己去完成啦 而不是呢 媽媽在旁邊不斷地叫她啊 甚至乎忍不住幫她做完的話呢 在這一刻呢 兩方面要遇到一個大挑戰啦 第一 媽媽呢 開始學習呢 就是控制一下自己 那她的生氣啊 因為畢竟她不是一次 不是兩次 可能過往的經驗呢 都深深落陷在媽媽那裡的 所以可能媽媽一想起 明早呢 甚至早上呢 一起床呢 她已經想起 一會兒要花二十分鐘來叫醒她的女兒呢 她可能心已經在那裡很懵惰 很不耐煩的啦 抱著一個不耐煩和懵惰的心情呢 其實很難呢 給她空間去穿這件衣服 那所以第一樣呢 媽媽要學一下 調節一下自己 譬如什麼叫調節呢 第一件事啦 跟自己說 我們重新來過 是很重要的 好了 第二樣呢 對女兒啦 那女兒因為過往學了呢 她真的睡得不動呢 一段那麼長的時間呢 最後呢 媽媽都會幫她的 那所以做女兒來說呢 我們其實呢 為了讓她呢 可以容易一點做呢 一來啦 媽媽就控制自己 不要生氣 給她一個空間 她去換 二來呢 我們有一些獎勵給她的 舉個例呢 可能我們當為 一個 接下來這個禮拜呢 一個叫做 自己起身周 她能夠呢 可以在二十分鐘內 起身 拆了牙呢 那她就可能有一些的獎勵啦 可能一些的糖啊 或者一些玩具玩具玩具 玩多五分鐘玩具 那於是她的動力又大一點 她又給了一個空間 那最後呢 其實她慢慢呢 都能夠做到的 而關鍵在於呢 因為她過往已經掌握了呢 躺在床上呢 二十分鐘的經驗 所以呢 就是說什麼呢 開始掌握這個獎勵計劃的時候呢 不要太苛刻啦 不要寫著 五分鐘起身就有糖啦 而又可能給他一點空間 都是二十分鐘 讓她呢 可以自己起身 自己做到 因為當她自己做到的時候呢 有獎勵之餘啦 我媽媽也有苛又蛇 那對她來說呢 這是一個一百分的獎勵來的 所以啦 兩方面都要努力的 而呢 最重要的是呢 他們可能用了三年 四年經驗呢 建立了這個循環 那要還原這個循環呢 不是一時三日的 可能需要幾個星期的時間 去還原這個循環啦 只要呢 媽媽 和我們大支 都有什麼努力去做 那就行了啦